专业应用包含刚刚讲的APP设计 所以期末的时候可能要请大家做一个APP出来 你说老师写一个APP会不会很困难 当然也是有点困难 可是我会给各位按户就班 反正我一样我会把上课的内容录下来 然后还有我会把一些相关的步骤放在云端上面 你就可以在云端 所以其实我自己也创了一个名称 叫做云端白板 也就是说我那个白板 可能写在教室内的白板 假设下了课之后就不见了 所以我把白板的内容放在云端上面 好处就是说你们回去也可以看到白板上面的东西 你回去也可以再做练习 这样的学习我觉得会更加有效率 还有一点 其实对老师来说也蛮方便 因为下一次上课的话 我就不用重写白板了 有没有水白板也蛮累的 这也算是额外的一个好处 OK 那我们今天的话接下来看 所以呢 跟以往一样 我会用云端的方式 然后呢 提供一个问卷 那请各位先帮我填写一下 那这个问卷的话呢 里面大概有哪一些问题 其实我可能只是想要调查一下 这个课程的满意度 还有就是科技的变革 比如说云端跟APP的新奇 那对于那个文学跟史料的学习有哪些影响 那当然我也蛮想要知道 因为毕竟一个新的科技 除了一般性的应用之外呢 那在那个 我回过头来看 如果在文学 文科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应用的层面 可能要请大家去思考一下 所以待会的话 请大家先帮我做一个 简单的问卷吧 不过这个问卷问题有点多 这个问卷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网址就是这一个 gg.gg 斜线 云的话就cloud c-l-o-u-d 然后后面的话就一样 我以前上课 to 就是第二阶段的话就app 所以cloud to app 这就是我们课程名称 然后后面加一个phone的话就表单 所以这个的话 我不确定少这个QR Code OK 你们如果 少少看好了 如果不行的话 可能自己打一下 好 那这个网址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待会的话 请各位帮我填一下 这个简单的问卷 这个问卷的话 就是看一下 大概几个问题 那我开头的话 其实也有一个说明 主要是希望 选这个课的同学 能够帮我回答一些问题 那这里面当然 那我们基本上是希望与时俱进 然后目前的主流有这一些 然后平台当然还有AI 大数据分析 APP 云端应用等等 那当然自然呢 我们也不能落伦后 那另外我也提到老师 我自己的专长 因为我并不是说电脑所有都包山包海 都非常的熟 但至少有这几个项目 是应该我可以给大家一些 可能比较新的知识 所以底下的话呢 就请各位先帮我填一下 Email有信箱其实可以不用填 因为你们填的话 应该要log 好像这个预设就是要登录那个账号 所以这个问题的话 看一下 这个好像没办法改 好像有同学已经填了 好吧 没办法你就帮我填一下好了 那问题的话 大概就是几个啦 比如说你的选课动机啦 你为什么要上这门课 然后我大概想知道啦 如果你只是想要拿学分 你就打过这个就好了 不过这个好像印象中 这个是一个多选题啦 当然如果你只是想单选一个拿学分 另外你还想要学东西的话 其实是可以多选的 也就不是说只能 这个五选一啊 另外还有其他 如果你还有其他的想法 欢迎你可以告诉我 我这边没有想到的 你把它填在这里好了 那再来的话 我比较有兴趣的有哪一些 到底云端APP的部分 业界需求呢 还是云端硬碟 Google地图 或者是想要成为一个网红 就YT 然后呢 还是想要学习什么APP的应用 比如说像手机里面有很多APP 大家要不要介绍 我像应该 大家应该都比较熟啦 如果你有这个需求 你可以让我知道一下 甚至是网路爬虫 还是说现在比较新的 就像ChargeBT的AI聊天机器的人 或者是说你有兴趣的 我这边没提到 你可以打个勾啦 让我知道一下 其他有没有什么 你有兴趣的 那再来的话就是 你有没有对未来做一些准备工作 那我也想要大概知道一下 那之前好像大部分同学都是 有在充实才会来选这个课 因为可能觉得说 这门课应该既不会很无聊 但是又可以选到东西 所以你选一个啦 然后呢 底下的话就是一些简答题 那你觉得这个中国课程要怎么安排才能更贴近这个时代的潮流 那这个就是你的想法啦 当然你假如说系上安排的已经够符合潮流的话 那你就说反正你就是 就是就回答说这已经 那如果你假设有别的想法的话 那你可以把你的想法打在这里 字数也不要太少 不要不要打有没有 这样好像太敷衍了 OK 所以尽量的话呢 你可以回答我比较具体的一个想法 那另外的话呢 应该多开哪方面课程 如果系上你想修的 但是系上却没有的 的课程有没有哪一些 那你可以在这边 让我知道一下 然后底下的话就是简单想要调查一下 就是那个什么 其中跟其末的那个就是 评量方式 你比较倾向于哪一种 一个是分组报告 角角书面报告 还是上期测验 OK 试试看 不过尽量平均分配一下 因为以往好像大部分同学都是选 那个角角书面报告 那很久没有同学想要上台报告 我当然很希望说 有没有同学如果有自己的想法 或许你也可以选一下其他的 大概这一个 所以请各位先帮我 把那个问卷稍微填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应用的话呢 当然顾名思义 云端 那目前用的最普遍的 我个人用的最多的 当然还是用Google的比较多 因为毕竟那个Apple的市占率 当然蛮高的 可是个人用户习惯 而且他这个大部分 如果用Apple的 必须要花蛮多钱的 所以呢 我自己用蛮习惯的是Google的云端 所以刚刚给各位做的这个问卷 这个问卷呢 实际上就是用Google的云端硬碟 所做出来的 做的方式其实蛮简单的 你们不妨也可以试试看 第一个的话就是你打开那个Google的楼欄 Google的首页 在他的右上角不是会有个叫云端硬碟的东西吗 这个云端硬碟其实相当好用 如果你对于云端硬碟不熟悉的话 我还蛮推荐的 你一定要熟悉他 因为他基本上就是一个云端的 Office吧 像比如说Excel 他就是Google试算表 他里面也有简报 他有文件 就是这样握的功能 另外不止这些哦 像我刚刚做那个问卷 其实也是靠他帮我完成的 所以你点击进来 我怎么做问卷 其实非常简单嘛 新增这边不就有了 新增里面不是有一个 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更多 有没有 新增更多 那里面的话呢 就会有一个新增这么多东西 那其中底下这边就有个什么 Google表单 有没有看到 就这个东西啊 所以基本上云端硬碟 里面的话就会有这个 新增表单的功能 所以理论上我是希望 我们的这个作业里面的话 第一个是希望你一定要学会 怎么样制作一个简单 一个问卷的一个表单 那你们可以思考一下 这个表单设计的内容 不用太复杂 那可能就是你把它做完之后 你找一些你的同学 或者是说你的身边的宿舍的朋友 帮你去调查一下 比如说哪一个你比较有兴趣的问题 你可以稍微问一下 比如说我刚刚问的主要是根据大家的 学习的这个学习的动机等等的 做一个问卷 那你可能就是想一下 自己好像同学对某些议题吧 或者某一个 某一个某一个东西的一个想法 做着一个简单的一个表单 然后呢 问完的结果 把它这个统计的资料 让我看到 怎么样让我看到 也许你可以把它截图下来 那我说一下 第一个如果建立一个表单 表单很简单 就是第一个你一定要先有个Google账号 第二个的话呢 请你找到Google的云端硬碟里面的表单 那建表单其实它当然有进阶版的跟那个比较基本的 表单里面的话 那我点击进来之后你可以看到 它基本上就分成三块 一个是问题 一个是回复 那一个是设定 有没有 这几个啦 那问题的部分怎么把它加上去 理论上我是先怎么样 把上面的主标题填上去 然后副标题填上去 把第一个问题把它加上去 至于问题是哪一种类型 你可以在这边做一个选择 那其中的话呢 我主要是用这几个项目 你看我问卷的话 其实没有太多其他的 不外乎就是什么 这个是单选 这个是复选 那这个是简答 甚至它还有详答 详答的话 可能就是不止一行 它可以给很多行 而且甚至它还可以上传档案 这个档案我是没用到 然后还有什么 还可以产生日期 产生时间等等的 底下我用的比较少 上面应该就足够了 所以我的表单设计 大概是这样 就是设计完之后 分别把它的什么呢 这个题目放上去 然后这个说明放上去 这来的话底下就是增加第一个问题 这边就是你的学号姓名 给我一下 我用简答 所以这边的话它是一个简答 选课动机的话 就是把这些项目分别加上去 为什么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 第四 第五 还有其他 分别把它改成什么呢 改成用什么 多选的话就是和选方块 当然如果我假如说 我不要让你多选 我只要让你单选 那我就把它改成选择题就可以了 等下其实都差不多 我就分别把这些问题 把它先设计好 设计好之后的话呢 那我要怎么样 让别人看到这个表单呢 我的习惯是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跟正下应该是这个眼睛 预览一下 你按预览的话 你可以看到 它这边会出现什么 出现一个 这个将来人家看到的这个结果 有没有 然后呢 如果你要把这个网址 传给它的话 它就会看到这个表单 它就可以填那个问卷 可是会有另外衍生的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这个网址有点太长了吧 有没有 那可是问题 它好像预设是没有提供给你那个 缩短网址的服务 对不对 所以如果将来 你们要把这个网址 把它缩短的话 其实方法很多 你可以Google查一下缩短网址 好像还蛮多的 我后来是选了一个叫gg.gg 大家如果不喜欢用gg.gg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打一个叫缩短网址 缩网址就可以了 缩网址 这边就有了 那你可以看到了 第一名是这个 R.E.U.I.L 这个可以 它很简单嘛 你又把网址贴上 它就帮你产生一个新的 或者我用过那个什么PTT 这个也可以的 买PTT等等的 比如说我们选这个R.E.U.I.L 这个好了 那使用方法很简单 就是把刚刚这个网址 把它复制了 然后贴到这边来 然后缩短 缩短网址 OK 不过它会出现这个 这个比较麻烦 因为它担心说你 机车的 感觉这个有点 这个要选吗 这个选一下 好了下一个 自行车 这个现在是有点 还有了 算了我不要用它的 OK 太麻烦了 OK 这个好了 第二个 第二个会比较麻烦 好了 类似像这个 这个还比较简单 甚至你可以注册 把它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 这个不好 这个好像还要注册 而且下面好多广告 买PTTCC 缩短网址 这个我想你们自己再试试看好了 这这里 免费缩短 把它贴上之后的话 再按缩短就OK了 当然我用的 这边就有了 所以将来你如果要缴交 你的作业的话 记得 就给我缩短网址之后的结果 OK 你说老师你用的是GG.gg 对 如果你假设 你不想找的话 你打个GG.gg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 缩短网址的一个服务 它是蛮单纯的 有没有 你刚刚的网址 复制 贴到这边来 然后呢 按Shootern就可以了 这边就出现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还蛮OK的一点 是说一般人除了用电脑之外 打网址可以之外 它其实有一个手机少条码 少QR Code 你会发现 这边有一个QR Code 有没有 所以这个网址的QR Code 按下去 QR Code for this link 出现了 你可以把这个Link按右键 另存它 另存那个图片的话 或者你复制它 就可以把这个缩短网址 对应的那个连结 直接就变成一个QR Code 这样就方便多了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可以 待会可以再熟悉一下 那之后的话 我们有个作业练习 就是请大家怎么样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问卷吧 那比如说你想调查 吃的也可以啦 比如说你最喜欢吃什么 然后花多少钱等等 喝也可以啦 你最喜欢喝什么 花多少钱 那你可能至少找个十个同学吧 帮你填一下问卷 有没有 你喜欢吃什么 是臭豆腐 鸡排 等等等等 好啦 反正就是 那你大概一餐花多少钱 费用等等的 然后最后的话 可以统计出图表 这样就OK了 所以大概 今天的一个作业 不过这个作业不是今天教 两个礼拜之后再教 给各位两个礼拜的时间 把这个试着做做看 问卷不用太多 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那不会很难吧 OK 应该是合理范围之内吧 如果超过各位的负荷 可以跟我讲一下 好 所以 那接下来我们回过头来 所以 这个请各位try一下 表单 缩短网址 然后最后要缴交就是 缩短网址就好了 然后最好你给我一个网址 跟一个这个QR code 这个是你的表单的部分 那如果你的结果的话 请你把那个结果截图吧 结果比如像你们做完问卷的结果 我想知道的话很简单 各位有没有发现 刚刚的问题设计完旁边就有回复 有没有 那回复的话呢 就是人家做完结果 它会绘制成一个图表 有没有看到 所以你会发现 Google表单真的还蛮方便的 因为它直接就可以告诉我 到底这个选项的最终结果 哪个是最多的 而且它还蛮贴心的 有没有发现 如果要把这个图 把它复制起来的话 有没有 它的右上角还有一个复制 所以最后你要缴交就是 第一个你的表单的连结 还有QR code 第二个的话就是 你把这个图 直接干脆把它复制下来 那贴哪里 我觉得最简单 该是把它直接贴到那个什么 贴到Word好了 不过啦 我是建议如果你要云端的话 全部都云端 假设你的电脑里面 没有什么 没有Word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用什么 云端 有没有看到新增 这边就有个Google的Word Google文件 那你就可以把那个结果把它贴上 然后贴上Ctrl V的时候 它会说你要贴上 资料到哪里 贴到表单 应该是这个 它就贴过来了 就这样子 然后第一个贴 第二个贴 然后你可能稍微叙述一下吧 这个是什么东西 然后 给它一个名称 让我知道说你做的结果是如何 把它列示出来 那可是问题它是一个云端的 特别重要 云端的话它就不会是一个档案 它会是一个什么 它会是一个连结 所以这个连结将来你要怎么样给我看到 而且你只要给我看到就好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 它就不会像以前 一定要用什么 E-mail寄给我 不用啦 你就是在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的右上角 会有一个叫共用的按钮 那目前的话 你看到有没有 它的锁是锁起来的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打开的话 那怎么办 点开来 然后呢 你就把这个连结有没有 记得把它改成什么 它目前是不能让别人看到 那你如果假设要让我看到的话 记得第一件事 一定要改成知道连结的任何人 OK 这样子 第二件事的话 底下不是有复制连结 那这个时候的话 连结就有了 你会发现 如果别人拿到的时候 这个连结的话 一样它会有这么长一串 Enter一下 有没有看到了 别人就可以看到了 那可是一样的问题 这个连结也未免太长了 所以一样把这个连结怎么样 收到房子 然后给我 所以这个 这个练习作业主要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 你做完表单的这个连结 这个结果 连结 就是表单的画面 第二个话就是说 你要把这些作答完的结果 分别帮我贴到Google文件 不要贴Word 因为毕竟我们这是云端应用 所以我们干脆全套 都用云端来做练习 最后记得你就要提供给我的 就是这个画面的最终的结果让我看到 记得共用的时候 记得本来是锁起来的 记得把它改成什么 限制改成知道连结的任何人 然后呢 并且把这个连结复制之后 因为它太长了 一样收到房子 然后再给我 所以最后有两个连结 一个是 那个什么 表单问卷 一个是最后的结果 那可能你最后再自己叙述一下 可能这个作答结果 第一个 第二个 自己加一下标题 那底下说一下 你这个问卷结果 跟你预期的差距大不大 OK 然后哪些选项很多 哪些选项 这个等等的 稍微说明一下 简单的一个 结果叙述一下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 我们 这个课程 的一个选项 到底为什么 来选这门课的 八成四 是选 因为必选修 所以一定要选 那不意外 OK 好 所以 那第二个的话呢 因为对未来就有帮助 所以这个 反正一半以上 会希望对就有 再来的话 其他就是 想要多学一些电脑技能 跟考证照 其实蛮重要 中午跟那个 我们主任开会 他也提到说 就是好像要 希望能够 大家也可以去考证照之类的 那他 主要还是卡在说 是不是有一些奖励机制 这个还在演绎当中 是不是说可以 假设考过的话 可以帮大家出那个 报名费的话 那更好 不然的话那个 报名费其实还蛮贵的 那想了解 如何将文学实用的话 这个其实也是值得思考 不然的话 说真的 你学了这么多 最后用不出来 我觉得蛮可惜的 OK 当然很多是可以学以自用 那少部分当然他比较 属于抽象的形额上的 相关知识没办法用 不然的话 其实很多 其实都可以把它拿来做运用 所以可能还值得大家去思考 另外有一个同学是 多了一个自己的其他 就是很喜欢 老师上的课 这同学 不错 OK 好了 看一下 云端与app 业界需求 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让工作的效率 可以缩短 效率提高了 就是减少人力的需求 那你说像我要做一个问卷 以前应该怎么做 那以前 不要 以前可能要什么 要叫你要用纸本来做 那真的是太不方便了 可是如果现在有云端的话 简单多了 做马上我就可以有答案了 而且你们这些资料 都会存在哪里呢 都会存在 这边有一个试算表 也就是说你们填的资料 我将来也可以在试算表当中看到这些记录 有没有 然后他要帮我列表 那我当然可以去 细部看 比如哪个同学填的什么东西 我也可以再回头 在试算表里面去查看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已经相当方便 对我来说了 然后大家比较兴趣 什么app 这个app 应用实力 OK 好 然后设计 这设计好像大家对比较有兴趣 所以呢 我们可能会花比较多时间 再做app部分 因为app我觉得设计部分还蛮重要的 但是有点难 所以可能要花的时间还蛮多的 那之后我们再来讲 那有没有对于未来的就业做准备 一半以上的都有 而且已经充实相关技能 不知道还不及的有36% OK 这样好像不太好 不知道 OK 至好还是要准备一下 有准备考研究所的 有四位 其他的话 没有未来的方向 不知道要会 到 不知道哪些 反正就不 OK 阿姨克同学 因为找工作不难 真的找工作当然不难 只是要找好工作真的蛮难的 因为一般大概收入比较低的 应该都会蛮好找的 其他的话 再来看一下 考试的意愿 就是那个其中其末评量方式 当然也没有很意外 好像都蛮一致的 大家都想要缴书面报告 我看我这个问卷有点失败 我现在之后可能要换一下 每次看到答案好像都差不多 好啦 我大概有个底了 好 所以 那最后当然如果想要知道 看到答案 看到你们的详细的作答的话 那当然我可以在 这个Google的试算表里面 也可以看到答案 所以以这个来看 你会发现云端应用 还真的蛮重要的 我发现现在好像 大家用这个Google的表单 越来越广泛了 好像不会用的人越来越少了 所以以后如果你假设要统计一些资料的时候 不妨可以拿这个来做一些练习 那请各位先针对那个刚刚提到的第一个作业 也许你先稍微 如果你对于那个Google的云端应叠不太熟悉的话 恐怕就是先自己做做看 那我把重点回顾一下 一先到Google的云端应叠 二的话呢 新增这个叫Google表单 那Google表单进来之后的话呢 你可以填一下你这个问卷的名称 还有细项 那总共项目大概是这样啊 也不用太多 问题大概最多 最少我看应该最少 应该最少要三个问题好了 类似这样单选复选三个问题 让你身边的人帮你 那最多不要超过十个 因为如果太多的话 感觉好像也太复杂了 那比如说你可以针对基本的吧 我本来之前的问卷是希望同学做一些 关于文学相关的议题的这个问卷 后来同学的反应是说有点难的 文学相关 比如说你知不知道 什么 苏东托为什么会入狱 这有点太难了 那应该没有人会 那你可以讲一些比较简单的 跟吃啦 喝啦 玩啦 其实这个你们比较有兴趣的 然后 当然你要找人家填问卷 人家也比较愿意填 不然你说这个太难了 我不想 OK 那你可以试试看 那如果你要做那个什么文学性的相关的这个问卷也OK啦 比如说你说以下是文学小知识 第一道题 请问答案是什么 第二道题 答案是什么 第三道 那你可以统计一下 目前的那个大家的文学知识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有没有 也是一个方法 OK 如果简单的一些基本的知识都不知道 那表示大家其实在文学相关的知识就不足了 OK 最后的话就是把这个结果把它切到云端的文件上面 OK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 等于是先大概了解一下大家学习需求 并且试着学会用Google表单做基本的问卷